首先得解决小学的问题 就像你说小一生 科业压力太大 你得解决小生初的问题 你看初中那边怎么着 说初中生压力大 你得解决中考问题 说高考的压力大 你得解决高等教育 招生的一些问题 你单看着幼儿园 让他不教这个不教那个 回头人家 幼儿园生小学过程 小学还是要 说我要先学这课程 我愿意要 那家长就不在你幼儿园学 人家不能到学前班学吗 人家不能到社会的 办学力量那学吗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必须要治标治本 根儿就在于 各级学校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这种应识教育之下的考核 有明面的考核 也有潜在的考核 当然我这么说 不是说有的家长有意见 他说那我孩子 你看一般孩子 实以内加减法 我这孩子就是聪明 就神童 说我孩子有这天分 为什么不能在幼儿园学呢 咱们不是仅止这个 幼儿园里有小班 中班大班 严格说小班中班 就是我说那种 以游戏为主的 感知世界 感知规则 大班呢 马上要上小学了 幼儿园也应该有这样的教育 就是学零钱 为这个上小学做准备 你怎么样做合格的小学生 像我刚才说那种规则意识 那种自我服务意识 那种社交能力 那种谦让 道德这些东西 应该有这样的教育 包括提前给孩子 学学拼音汉字 学点英语口语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认为这个都可以允许 关键是在于 不能把这个作为考核孩子的指标 你幼儿园里就考试 就给孩子布置作业 回家还得复习干嘛 督促家长 勘识 然后两边考核 如果孩子弄不好就批评他 就你把这个作为一种考核项目 给孩子带来压力 这就不对了 就是这个我教给你 你愿意学 你有着接受能力 你就学 你不愿意学 你接受能力不行 那你就可以不学 给孩子一个活泼 自由的天地 让他自由自在的 茁壮成长 这是幼儿园应有之意 不是说绝对不能学 而是不能把它当作 英式教育一样的考核内容 把这种压力 从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一下子传导到幼儿园 那都是祖国的花朵 你这么压 早晚把它压完了 有